由朱少杰 郭谢尼夫妻俩合作的年代剧《金玉瑶》 将于6月17日登陆央视八套黄金档 6月5日 该剧在今举行开播发布会 导演朱少杰 携主演郭谢尼 谭凯 张明明等演员亮相造势 电视剧《金玉瑶》是朱少杰和郭谢尼第一次以夫妻关系 出现在同一部作品中 因此老公朱少杰对老婆郭谢尼那可是相当的严格 没有啊 因为可能我是她的老婆 更加不会保护我 因为我要更努力一点 不要给人家说不好的话 所以我会更加努力的打吧 为了支持老公的工作 郭谢尼这次可真称的上市拼命了 无数零基础的她 一改往日婉约派美女的形象 在剧中舞蹈怒腔 变身功夫女汉子 更是频频受伤 无奈老公朱少杰公司分明 无视老婆姑谢尼的撒娇 撞上啊 碰上啊 雨上啊都有 然后但是我记得最痛的就是 其实是在最初的时候跑 跑 穿着高跟鞋跑街道 来回跑了好多好多遍 然后当时候我没说话 因为在现场没有逃出什么的 然后晚上回房间之后 我都抱着我的脚 好疼 好疼 老公好疼 然后她就说 那以后不要做女医药了 这样子 然后我就 还是不说话了 不过作为老公 朱少杰还是相当霸道的 整部电视剧 居然没有一点老婆 郭谢尼的亲密戏 而这也让和郭谢尼搭蛋的 唐凯失望不已 当然了 我开始就是很害怕 我就担心 我说这个当着少杰的面 因为这也是兄弟嘛 你是怎么和他夫人 在一块演亲密戏 但是谢尼又是我们心中的女神 又特别渴望跟谢尼演一演亲密戏 但后来看完剧本之后 我发现根本就没有亲密的戏 全是他打我的戏 因为在这个我们两个人的 是半野假夫妻嘛 开始我们是互相排斥的 互相都看不像对方 就是他嫌我是个风流的公子哥 我嫌他是一个农村来的 一个农民 农民 就知道这个动手 就是就知道这个什么武枪弄棒 所以呢就开始经常就是 我有一些时候他嘴笨 他斗不过我 然后他就动手 打架的斗 对 打架的斗 酷里利乐北京报道 全该死 Hugo 还是有请我 就是第二位 有了